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岁丧父 发奋苦学以备活用 然国运不佳 终于在宝学之年三十二岁委屈士园 在那种文人多殉情的年代 承受多么深重之煎熬 就文化之传承 艺术之启后 足以赢得后世七百年来 是学之人足够的尊重 林禄山寺碑局部展开全文心境 两千四百八十乘以三十五厘米照孟府 书法早年学照够 中年学中游及西县诸家 晚年师法李庸 他说学书有二 一约笔法 二约自行 笔法复经 虽善有恶 自行复妙 虽处有生 学书能解此 时可以语书也 他认为 节字阴时相传 用笔千古不易 观赵孟府末即可知 赵集为信唐宋笔法于一身 自行求利多姿 筋骨内敛 维气势略显不足 或由于用笔华利所致 新经局 部六尺对开条符 一千八百乘以四百八十厘米 七十尊二王之人晚年多学李庸 而得李庸一二的阶层大器 苏东坡 米符字不例外 八尺对联两千四百八十 乘以六百二十厘米 近两千年来学夫之人 陈弥二王 不之所以 无外乎提案之法 而深得习妙者 为李庸一人而计 八尺对开条符 两千四百八十 乘以六百二十厘米高壁 从一简介内蒙古托克托县人 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九八六年毕业于中南大学 工学学士学位 一九九四年三月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期书法研修班学员 书法善于金文 秦楷和草书 黄草油精 金文研习从散事盘入门 然后融会西周文字 草书从魏碑入手 先后研习正文宫碑石门鸣 义鹤鸣 然后融和李庸 赵孟府 草书长期研习张旭 怀素 黄山谷 赵极等草书后 略物进堂契运笔法 纵实审美 创作力求古不乖实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